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那个可静 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路的这个地铁站 出口处啊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很有特色的椰子炖鸡 就挺好奇的 然后现在就来这家店看一下 可以叫鸡皮和配椰子做个套餐啊 那就要这个吧 因为呢我们现在四点半 所以这里人还不是特别多 小学鸡上线 这个套餐已经上桌了 我刚才点的是这个黑椒鸡扒饭 这个就是那个鸡扒了 刚才一上桌的时候 我就闻到了超级浓的那个黑椒的味道 我觉得挺纯正的 先来尝一下这一个竹丝鸡 这个 哇好清甜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椰子的这个锅的原因 我再尝一下它那个肉 感觉挺滑的 而且挺嫩的 那个肉的话 我感觉就有点柴 味道很鲜 说明它是炖了很久的 非常的美味 而且它这个椰子呢 它不是重复利用的 它就是一份就是一份 你吃完了你可以把它带走了 椰肉 白了 好吃 年轻人嘛牙齿好 感觉这个米饭的份量啊 这足的挺深的 大概有三厘米厚 现在尝一下这个黑椒鸡扒 我没有多少吃到鸡的味道 可能那黑椒是太浓了 盖过了那个鸡扒的味道 但是嫩 真的就是 这还是有的 还是要跟饭一起或者吃会比较好 因为鸡扒 饭的那个黑椒还是有点鲜 跟饭弄在一起的话就中和了一点 挺在那个酱油味挺浓的 觉得挺好吃的 铜里感觉是不错的 这一个套餐嘛 然后才35块钱 觉得真的值了 我的椰子包呢 OK 在这里 它已经碎了 它里面这种椰肉呢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呢 那个很好心的阿姨呢 就会给我们把它给敲碎 然后就方便我吃这个椰肉 椰子炖竹吃鸡呢 它每天分量是有限的 卖完了 他们这个店他就下班了 然后每年的扒州展馆呢 一些餐展商啊那些 他们都会来到这个北京路这里 寻找这家店嘛 分明就挺火爆的 特别值得去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爱吃这个 一定要早点来 因为我现在4点半 我以为会有多余的 来吃 然后没想到 已经只剩下两个了 好了 就这样吧 牙口好的 可以啃这个椰肉